在今天晚上有很多来自看守的 是的 新智呢其实是个中国武术的爱好者 他的偶像呢是少林寺的武僧 所以他的很多武功呢是跟那个少林寺壁画上学的 这个新智场上啊还是很放松 而且他很崇拜李小龙 你看他还是那个诱驾 对 刚才新智这番挑逗的动作让我想起日本的当初的名将 虚腾元气 对对对 这个架势 是的 他很会玩的 对 这个我们说到一个季性的一个话题啊 其实比赛上我们不管是日式的推陈还是欧式的这种交叉打法 还是中国选打式的打法 以及泰国的泰式的自由搏击打法 其实在这个擂台之上都 我觉得毕竟是两个人的战斗啊 可以像兴致这样 不要去布局一格啊 对对对 只要是打中对手就行了 是的 非常放松啊 对 几周一步 一步这会也是被弄得有点懵啊 是的是的 他可能没遇到过这种对手 他又打了个超人拳 这种是不走寻常路的选择 他的一些出传的路的以及步伐移动的方式 呃 你在以前是没有碰到过的 所以啊 打的时候一定要是尽快的去适应对手这种节奏 他在日本的外号就叫武僧 哦 他学的就是说中国少年那个呃 壁画 学那些少年拳的一些壁画上那种那种那种艺术作品 所以他会打一些抛物线拳 一些不规则拳 哦 这前板很重 很多的MMA选手其实呃 有点像兴致的这种感觉 是的 场上报价很低 怎么距离拉得也很远 是的 而且有一些动作做的这个很夸张很大 但是呢 命中率还不错 而且多少也很凝火 对 很油滑 这一步不能这种很稳的态势的这种战架了 你就要做一些不法 他玩过MMA 真的是对我说中了啊 是MMA选手这种打法 其实我们不但是日本选手 中国的MMA选手的战力的打法也会让很 我们对手就整个步伐移动 包括身体姿势这个进攻方式啊 都很怪异 对 一定要是出组合 不要打翻机 对 有时候20秒钟 哎呦 手伸踢 日本选手经常用的动作 这是空手道的一个非常常见的动作 是的 是的 洪峰 恭喜席多一步 接下来有请陈东言为参议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波先生 嗯 你好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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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